民众大排长龙为的是要买一桶瓦斯 夜门首都沙纳居民表示 排队的情况已经两个星期 现在进入第三个星期 有时候排了一整夜 甚至可能排了两三个晚上 还买不到瓦斯 夜门战乱禁止进口 防毒武器落入反抗军青年运动的手上 连带也导致民生物资的缺乏 南韩清瓦台昨天公布 北朝鲜特使团今天出发 将扮演北朝鲜和美国队友